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行与不实 行与不实要紧的是要不执着 也就是世尊所说的应无所住 那么这个呢就是世 空有两兵都世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没有别的 唯有十月而已 十月也就是平常讲的方向 到等着菩萨 环游一品 生向无名媚婆 这个是最威胁的无名 也就是执着 因为这个执着没破 所以 世法界一正庄严 这个像 现前 这一品无名叫 生向无名 就是这个 世法界这些现象 从哪里来的 现在很多科学家 这些学家都在探讨 这个人类的企业 宇宙的企业 怎么发生出来 怎么样发展 变到现前 这个境界 他们都不断地在研究 在探讨 这个问题呢 大乘经上 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就是一念 生向无名 只要有这个存在 这个世法界 一正庄严的现象 就存在 那么这一点点 执着没有了 这个现象 全都不存在了 所以叫它做 生向无名 就是生起 是法界 一正庄严的现象 就是从这个一念生的 那么也有大乘经上说 一念不觉 就是那个一念 最初的那个一念 一念不觉 都是指的 这个等觉菩萨的 最维系的 这一份法治 他们也破 破了之后 就成佛了 而实际上 每一尊佛 到这个境界 他这一平生向无名 都不破 保留着 他不会把它破掉 有没有能力破呢 有 随时都有能力破 但是他不破 为什么不破 为了要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他要一破了 他就完全走了 那还有什么众生好度了 没有了 就永家大师讲了 绝后空空无大千 那个大千都空了 还有什么众生好度 度众生是在讲的 佛经上讲的 讲的比喻 梦中佛寺 很有道理 梦里面 绝不 梦里面 环游众生在颠倒凑乱 自己晓得 我是在做梦 我醒了 不妨在梦中 受罚了 帮助那些 没物的众生 觉悟 看这个事情 如果他一下 醒过来了 梦中境界就没有了 梦里面众生 就没人读了 这是 佛将慈悲 真正慈悲到了极处 正在佛法里面说 叫 留祸运僧 留这一瓶 生相无明 其他的都不保留 通通放下了 唯独这一瓶 保留 因为保留这一瓶 他才能够 在设法界 像 我们评里面所说的 应以什么德度 什么神德度 他就能实现 什么神 这一瓶身相无明 破了 那就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他要留这一瓶 我们看佛 佛也留一瓶 佛要不留一瓶 怎么能到 这个世间来实现 只要来实现的 那都留一瓶 最后这一瓶 生相无明 都保留了 但是我们要想的 他不是没有能力断 有能力而不断 不断呢 是为一切造成 这个叫 大慈大悲 所以到古地发誓 究竟是 已经看到了 第一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